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 确定近期率领参访团访台 台法国会交流行之有年 理查也曾于2018年访台 但是这次行程格外受阻 原因在于三月消息公开后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也致函理查 以强硬作词要求取消访台 法国学者指出 理查无惧中国施压访台 显示台法双方维持议会层面互动的努力 也凸显双方社会的紧密连结 而欧洲和法国近来也对台湾的重要性有所觉醒 我们看到中国的压力压断了这些年 尤其是由卢沙也在巴黎 他在法律中拒绝了这些法律中 至于欧洲和中国关系 学者认为双方关系近来显然恶化 中国被欧洲视为合作伙伴 经济竞争者与体制敌手 台湾和法国的合作 可说是欧盟国家之罪 不过学者也坦言 法国议员这次访台 未必会强化台湾在法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 由法国主导的欧盟印太合作战略计划中 虽然把台湾视为欧盟重要的战略伙伴 但在法国的印太战略中 却未提及台湾 显示法国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